感謝國家掌握文化基金委 還有公民爸馬聯盟的邀請 我今天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馬英宗總統下台的憲政問題 因為我們剛才一開始 主持人呂副總統就已經先把很多問題都講完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 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大概就是說這個問題的本質 還有後續的處理的方式 我們剛才主持人也有提到 問題的本質其實這一開始發生的時候 我就定調說這個案子 就是所謂的毀憲亂政侵害人權 這個八個字 簡單來講這個問題九月政爭 它本質上就是兩個 就是國家的憲法機關濫權 還有所謂的侵害人權 這個兩權的問題 也就是濫權跟人權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說濫權呢 就是說我們國家憲法裡面 分射不同的憲法機關 包括總統 包括所謂行政、立法、司法、考試、檢查、五院 每個憲法機關各有它的權限 可是從這個案子裡面就看得出來就是說 當總統呢 基本上來講接見所謂的檢查總統的時候 就注定了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違憲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很簡單就是說 我們在憲法上來講 總統有關於這個法務 就是檢查機關這個所謂檢查權這個部分 其實這是屬於行政院的權限 這不是總統的權限 那檢查總黨大家不要忘記了 檢查總黨是公務員 他不是政務官 公務員呢 依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他有保持行政中立的義務 換言之呢 我們那個特徵組呢 大家都已經講了非常多了 就是說 他是假刑事犯罪偵查的名義 刑事上呢 進行很多呢 他所獲得的資料呢 是進行很多的政治鬥爭 或者是他名義稱之為行政調查 各位都知道 特徵組的設立呢 他本身是一個最高法院檢查署的特別偵查組 他的功能就只限於所謂的政治人物 這些所謂高官們的 這些所謂的貪污 或者是說有選舉 這些相關的事物 我們在法院組織法裡面規定已經非常詳細 換言之呢 特徵組本身並沒有 並沒有所謂行政調查權 特徵組更沒有所謂把法務部長去移送監裁員這個權限 這完全是什麼 違反所謂的行政組織法 這種層級截制的組織規定 而且也違背了我們所稱的行政論理 當然特徵組現在說 他是基於憲法44條 我說特徵組這個是一個硬拗的 表示這些人的憲法知識是不及格的 我們憲法44條那個叫做總統的願記調解權 也就是說當院跟院之間有爭執的時候 總統可以召開這個調解會議 比如說行政院跟立法院因為預算的問題相持不下要怎麼辦 這個時候總統是可以來處理的 所以這個44條是讓總統有那種政治權限 可以去調解一些憲政的爭議 那如果法律上要調解的話 法律上要解決就是由大法官去進行所謂的憲法的解釋 這是我們憲法規定的非常詳細的部分 那濫權的部分呢 我們除了總統利用特徵組的資料 進行政治鬥爭以外 總統另外一個說 比如說王金平不太適合所謂的擔任立法院院長 這個也是濫權 他講這句話其實就違憲了 為什麼 總統雖然是國家元首 但是總統不是立法院院長的老闆 這個可能 這憲法上立法院有他自己的職務 他的組成方式他的功能 立法院院長適不適任 那是立法委員自己決定的問題 這個叫做國會自主 叫做國會自律 所以當總統在公開開記者會指控說國會議長不適任 這在全世界的民主先進國家絕對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違反憲法分際的問題 這違反三權分立或是權力分立的問題 所以當總統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出來他的心理狀態是什麼 他本身來講是把這個總統當皇帝在用 皇帝跟總統最大的差別是 總統的權力是受到截制的 皇帝呢 只是大權獨攬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問題 那我們自己的檢查系統 也主動去捲入政治的鬥爭 你就表示說我們的檢查系統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這個將來就是一定要去處理 就是說我們一直主張要廢掉特政組就是這樣 因為特政組本來就是一個很特殊的產物 後來的發展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從彼岸也好 包括從後來很多的 特別費的案件也好 包括現在這個案件 你會看出來 特殊其實他本身的操作 跟原來大家的理想規模完全不一樣的 他變成一種所謂政治工具 這是必須要去處理的問題 那從總統以外 接下來在行政部門這個部分呢 我們將一化院長呢 也是非常不得體 也是違反憲法的這個分析 講說我們已經準備一個沒有王院長的立法院 這個基本上這也是 基本上來講是一個違憲的 一個沒有憲法意識的發言 因為我們在憲法裡面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是立法院在監督行政院 行政院要向立法院有所謂的報告 立法有言可以向行政院長 或各部會首長提出質詢 這些憲法規定都非常詳細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總統也好 行政也好 這個部分來講都違憲 那至於剛才主持人員有提到說 院長為所謂在野黨的委員 所謂關說的問題 第一個關說到底成不成立 我們不曉得 這是必須要經過正當法律程序去調查的 這不是總統說了算 這就是法治國家基本的精神 第二個關說與否來講 這個應該有什麼 國會自己去調查 這就是國會自律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 基本上從這個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個案子裡面 以國民黨居多數的國會呢 並沒有好好去發揮他國會自律 或國會自主應該有的情況 如果是國會自主來講的話 各位都知道 國會馬上就可以成立所謂的 所謂調查委員會 我們現在立法院是有調查權的 去調查 除了自己送紀律委員會去調查以外 他還可以去調查什麼 調查這個法務部 調查行政院 到底有沒有違法監聽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稱的 叫侵害人權的問題 違法監聽 這個不是今天才存在的問題 違法監聽從台灣在威權時期 就一直存在的 雖然我們現在有所謂通訊保障監查法 可是這個在實務操作上 其實還出現很多的瑕疵 也就是說比如說 濫用監聽 或者是說擴大監聽 或者是說基本上來講 他不遵守比例原則 在法律上就是說 我可能今天申請一張監聽票 可能本來是監聽假 可能是同時涉及到柄 他全部給他監聽 這就是我們目前所謂的監聽 非常腐爛的問題 其實在這個案子裡面 還有一個比較早大家提到的 就是所謂的政黨的黨內民主的問題 其實政黨的黨內民主 這不管在我們憲法裡面 或在我們的人團法裡面 都有規定 政黨的運作必須符合民主原則 除了符合民主原則以外 政黨一樣要遵守什麼 政黨法律程序的要求 雖然政黨是一個人民結社 可是呢 從本案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連開考紀會 總統或是以黨主席的身分 他去開記者會 他去押政 這完全違反我們法治國家應有的 即使他是人民團體 你也必須要遵守 法律應有的程序規定 而且必須遵守所謂民主原則 其實民主是什麼 民主當然也跟多數決 民主基本上還要配合法治 這個國家才不會亂的他 政黨法律程序是什麼 簡單來講 你就是要把一個人槍斃 你也要讓他有說話的機會 可是這個案子你就看得出來 完全沒有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國民黨本身來講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違反所謂的黨內民主 我想這個部分大家比較少提 那接下來來講 如果說將來要怎麼做 其實大家已經有提到 所謂的 因為在總統呢 他的統治正當性已經非常的低 幾乎9.2%的這個民調 可以說已經完全喪失他的統治正當性 那要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剛才我們現在社會上提出很多 包括罷免也好 包括彈劾也好 包括倒閣也好 這些都有提 只是這個東西呢 都有他的局限性 就是你罷免呢 雖然比如說以反對黨來講 你要四分之一的連署是可以 但是你要成立要三分之二 國會三分之二的決議 你目前立法院的生態 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那彈劾呢 他門檻更高 彈劾呢 基本上二分之一的連署 當然連署就二分之一 你目前民進黨後反對黨 這實力加起來也不到二分之一 這個連署要成立恐怕都有它的困難 反而罷免要成立是 罷免要提案是更容易的 彈劾反而更困難 而且罷免是 如果成立的話 是交給人民去投票決定 彈劾呢 是交給司法院大法官去 組成憲法法庭審判 以我們目前大法官的組成 我們目前大法官絕大部分 都是所謂 這蠻久提名的 所以基本上你要走 彈劾這條路 我覺得可能性不高 如果是倒閣來講的話 當然倒閣基本上三分之一 你就立法委員提案 那你要二分之一的同意 其實是比較可行 但是倒閣基本上來講的話 國民黨是不是有這麼多 有良知的立法委員願意加入所謂倒閣 這個有時候我們很難說的 這個有時候政局的變化 但是倒閣是比較 目前來講的話 成功率會比較高了 只是倒閣以後來講 馬上就面臨一個問題 總統會不會解散國會的問題 因為倒閣以後呢 被倒閣的行政院長 他可以承請總統解散國會 也可以不承請 也就是說由總統自己再另外提 那個行政院長就好 不一定要解散國會 所以以目前情況判斷起來來講 要全面解散國會 如果他要重新改選 如果是蠻英九來講的話 除非啦 他真的是要冒著 就是要下台的危險 或風險 否則他解散國會 一定是必敗的 因為選舉的結果 這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我覺得這有一點 我們也可以提到 因為我們最近 國際公約 我們有所謂兩公約施行法 其實台灣在兩公約施行 在國際人權上來講的話 已經有 逐步進步的現象 但是還有很多的不足 像監聽就是一個案例 我覺得這個案例 可以向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去提出 我覺得在這個 我們很多的討論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這一點 說為什麼美國的國會議員 會很關心台灣的違法監聽的事情 因為美國也發生過水門案件 你一個人是總統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個東西 台灣這個政策 絕對不是我們台灣的國內事務而已 因為這涉及到兩岸事務 涉及到國際事務 我認為在人權被侵害的這部分 我認為可以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提出 這個等於提出控訴 控訴台灣的政府 目前有這種情況 雖然我們不是會員國 但是基本上這個人權事務 是一個普遍的價值 是在國際上會獲得認同的 所以我是以上補充 謝謝